大家好,今天是11月20号 最近美国在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当中取得了两大重要的成果 第一大成果就是在刚刚召开的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论坛上 美国的太空军夫司令宣布美国已经跟最重要的几个武器公司 签署了开发对付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武器 那这个拦截武器如果研制成功的话 那就表明了在太空、在导弹领域美国仍然对中国领先一筹 第二大重要的成果就是美国已经阻止了中国在阿联酋 来秘密的建设一个秘密军事基地 这两大成果确实是鼓舞人心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在加拿大召开的这次哈利法克斯论坛 这个论坛是一年一度的,已经开了13年了 它是全世界最高级的军事安全的论坛 全世界重要的一些国家的国防部长 国安会的秘书长之类的都会来参加 台湾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就会来参加 当然也包括一些人权人士 包括世界为外大会的主席多利空也会参加 包括前西藏的司政罗藏森格也会来参加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美国的军事部门的一些领导人 像美国的印太司令今天就发表了演讲 这个演讲就是叫整个全世界民主国家 要联合起来来对付中国 而且要有这种紧迫感 那他提到呢就是中国呢他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 就是2027年必须要跟美国呢在军事力量 军事技术方面呢要持平 跟美国呢要并假期去 2050年呢要领先这个世界 成为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国家 而且呢他在一步步的实施这个计划 对南海啊对台湾对整个全世界 他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 所以说民主国家必须要有紧迫感 来对付中国政权 那么这次大会呢 他的主题呢实际上就是对付中国 在好多的这个论题当中呢 最占的时间长的就是两场 一场呢就是团结起来对付中国 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大后退 从这两个题目呢就可以看到这个论坛 他集中力量对付的就是中国政权 那么美国的泰国军副司令呢 他也做了一个发言 他这个发言呢就提到啊 中国啊俄罗斯他发展高超音速导弹呢 目前呢美国的确是落后 那中国呢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他就发射了一个高超音速导弹啊 这个导弹呢环绕地球一周啊 然后呢基本上来命中了目标 让美国呢大惊失策啊 美国就说呢这个是当时的苏联呢 发射卫星的那一刻 那俄罗斯呢在前不久呢 也在北极啊通过一个军舰发射了 一个高超音速导弹 那这两个国家现在他的技术呢 实际上比美国高 美国呢今天他也承认啊 但是呢同时呢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副司令呢 他也宣布啊美国呢 已经啊跟最主要的几个公司啊 武器公司叫雷神啊 啊马丁啊 这些公司签署了协议啊 就是开发拦截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啊 当这些导弹呢 他进入滑翔的阶段啊 绕地球一周然后他滑翔 然后基础目标在这个阶段呢 把他们给拦截下来 美国现在呢已经有这样的技术 只不过呢要进一步的来实施起来 然后最后把这些拦截武器啊 全都给研发出来 一旦研发出来 那么对付中国俄罗斯 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呢 就不再花下 那么在太空领域导弹领域呢 美国就会领先一筹 另外美国参议院Wake 在华街日报也发表专业文章 来评论这次在加拿大召开的 哈利法克斯论坛 他说呢 为了迎合这个论坛呢 最关键的是 拜登政府要改变他的对台政策 一定要从战略模糊 要转向战略清晰 他说战略模糊呢 现在根本不适应这个形式 那战略模糊呢 就是不承诺 当中共呢 来侵略台湾的时候 那美国到底出不出兵呢 一直处在莫林兰可 没有直接公开的来宣布 他认为呢 这样一种莫林兰可啊 导致中国呢 会产生战略的误判 来放纵中国呢 来侵略台湾的野心 而且是盟友啊 也不放心 包括台湾啊 日本啊 澳大利亚 你到底美国呢 会不会保护台湾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信心给他们 所以呢 他建议拜登呢 必须公开的要宣布 一旦中共呢 他要侵略台湾的话 美国将会倾全力 全部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 这样的话 是盟友更加有信心 也让中共呢 他会胆怯 他会呢 来掂量掂量 阻止他 进攻台湾的计划 所以说 他是再一次的呼吁呢 拜登政府要采取战略清洗 当然呢 拜登呢 有的时候 他以个人的身份 已经说了两次 会进行战略的清洗 就是要武力保卫台湾 但是他的这些话呢 白宫呢 国防部呢 又进打折扣 所以说到现在呢 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 战略模糊的阶段 必须呢 要非常清洗的 向全世界宣布 如果中共武力侵略台湾 那美国提定 会武力来保卫台湾 战略模糊政策呢 已经用了几十年 但是现在的形势呢 完全不一样了 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根据美国的情报界 军事界呢 都认为 2021到2027呢 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六年 这个比称为战略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呢 随时都有可能 发生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战争 所以针对这个战略窗口期呢 必须要有战略清晰 清晰的宣告 才能阻止敌人 才能让盟友啊 富有信心 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对抗 取得的第二大成果呢 是由华杰日报报道出来的 华杰日报报道呢 阿联酋跟中国的政府的关系呢 非常好 而且中国政府呢 在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 150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港口呢 长期的作用 在这个港口里啊 中国呢 一直在秘密地建设它的军事基地 结果在年初的时候呢 比美国政府发现 但发现了之后呢 阿联酋呢 还装作不知道 我们知道阿联酋呢 本来是跟美国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美国跟他有军事方面的协议 而且呢 在反恐战争 海湾战争 很多战争当中呢 阿联酋啊 成为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个 军事的发射点 G3D 那这次从阿富汗撤冲 撤这个难民呢 那阿联酋成为最重要的 从阿富汗中转难民的一个 中转战 可见呢 美国跟阿联酋的关系是非常好 但是这几年呢 中国加大了对阿联酋的外交的攻势 中国成为阿联酋最大的一个贸易国 中国也成为整个海湾地区 最大的石油的消费国 那中国呢 在阿联酋 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中国人在那边也是非常多 中国呢 在这个G3D 还有它的军事基地 那在阿联酋 这个位置呢 也是非常重要 它呢 长期的租用一个商用的码头 那它在这个码头里面呢 它做了很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结果被美国的间谍卫星给发现 年初的时候呢 就发现就是非常的可疑 它这个军舰呢 进进出出 在那里还建设什么 那问这个阿联酋政府呢 阿联酋政府说就不知道 后来呢 美国派军事方面安全人员方面呢 不断地去进行交涉 尤其呢 派了这个国安顾问萨里文呢 亲自去 跟阿联酋政府交涉 在美国的强大的压力和交涉之下呢 阿联酋呢 跟中国呢 也进行谈判 阻止中共呢 在阿联酋建设秘密的军事基地 那在前不久啊 中国呢 终于停止了施工 那现在呢 美国国防部长呢 马上就要到阿联酋进行访问 在访问之前呢 阿联酋政府呢 就是承诺了 让中国政府这个军事秘密基地呢 不再重新进行施工 所以说没有美国政府的阻止的话呢 中国呢 肯定在阿联酋呢 秘密的就把这个军事基地给建立起来 阿联酋政府呢 肯定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大家知道阿联酋呢 现在变得跟中国关系是非常暧昧 我们知道 前段时间呢 在网上骂了这个中共的 解放军的那个少年 王金宇啊 他就是从欧洲 从阿联酋转机的时候 在阿布萨比 他被抓了起来 那抓了起来呢 背后呢 就有中国大使馆呢 在操纵 中国大使馆的人呢 到那个看守所 看了他三次 直接就跟他 秘密的就是给他施压 所有的行径呢 实际上就是中国和阿联酋政府呢 合起来对他进行迫害 后来他的女朋友呢 跑到阿联酋去营救他 但是呢 很快阿联酋的警察和中国大使馆人呢 联合起来 把他的女朋友给绑架了起来 那后来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呢 王金宇和他的女朋友呢 陆续得到释放 但这个背后很明显 实际上是中共跟阿联酋政府 勾结起来 来完成中国政府的任务的 可见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非同一般 所以美国呢 现在也看到他的盟友啊 正在发生变化 所以必须呢 要采取强力的措施 现在呢 阿联酋在军事方面 安全方面 还是要依赖美国 因为他要对付这个伊朗 他需要美国最先进的 F35战机 还要需要这个雷神 这个无人机啊 这两个购买合同呢 他要进行完成 所以美国呢 也谈到这方面的一些条件 如果你不阻止中国的秘密军事基地施工的话 那么那这个武器合同就报销了 那所以在各种的压力之下呢 阿联酋呢 他不得不跟中国呢 进行谈判 阻止中国呢 在阿联酋建立军事基地 那中国呢 除了在阿联酋 我们知道在吉布地啊 这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呢 早就建立了他的军事基地 还有在柬埔寨啊 巴基斯坦呢 还有在印度洋啊 甚至像在太平洋啊 都要建立他的这个军事基地 他要成为一个日波洛帝国啊 他的海军啊 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 所以他为海军呢 要找更多的一些停泊的地点 所以中共的这种野心呢 是非常狂妄的 那习近平啊 他要通病啊 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啊 这种野心呢 现在是越来越暴露啊 等到二十大 他的权力呢 在高度的稳定 高度的集中之后 我想他肯定会实现 他的狼子野心 那时候呢 全世界正义力量会团结起来 来对他进行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好 今天的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